第六章 孙玉后的家里现在乱成了一团 桑花正哭着一鼻子,一把泪一把 给她妈妈叙说 扛枪的人怎样把她男人从家里拉走了 这个善良的不识字的女人 根本不能判断这种事的深浅 起先,她以为人家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 直到后来,村里人才告诉她 王满岩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 她于是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箱挡住 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 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娘家的门上 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 她现在其他什么也不考虑 只关心她男人的命运 听双水村的人说现在四个人装土 让她男人推着车子跑 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罩着 她的心都要碎了 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 这不几天就把她命要了 还听说人家强迫她父亲给满银装土 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 说不定会扫得随了短见 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 她大弟弟邵安不在家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如果邵安在众人心里还有个依托 可是邵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 顺便说说 这米家镇虽属外县 但旧社会就是一个大镇子 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 都要到石科节那没有 也要到他们西县城去 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置办 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 货源也比他们县城齐全 不光有本县的 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物 但孙少安不到米家镇买东西 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 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 石科节没有兽医战 今早上队长就亲自腰着牛 去了米家镇 兰花知道 米家镇离双水村有三十多里路 牛这牲口又走得慢 少安说不定今晚上 都回不到双水村了 现在这个恐惧不安的女人 只是扯着他妈的袖口哭个不停 瘦小而单薄的她 也只好陪着她哭 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 猫蛋跟狗蛋 又不知道两个大人怎么了 也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 放开嗓子嚎 不知道内情的人 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叫声 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了人 这阵是哥把后炕头上的 玉后他妈吓坏了 这位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出生 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老人 好几年前就半瘫在炕上 他现在惊恐地眨巴着一双老红病眼 看见一家人好好大哭 不知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了 他的耳朵顶不了多少事 根本听不见他孙女正在给他儿媳妇说什么 他只从这些人的哭叫和脸上的表情 知道家里有了灾难 他用微弱的声音 不断地在后炕头上对着炕上的这两个人 发出一声又一声的追问 但前炕上的两个后辈只顾着自己哭 而顾不上对他说 他急地对这两个人咒骂起来 后来似乎看见儿媳妇扭过头来 给他说了些什么 但他也没听见 等他再准备听儿媳妇往明白说的时候 儿媳妇的头又扭过去跟室内说去了 这一老振 他似乎只模模糊糊听见了一个字 枪 枪 难道逝世又反了 从民国年开始 他就经历了无数次的逝世的反乱 他已经记不清他娘家和夫家两族人中 有多少人在这些反乱中上了命 难道在他睡到黄土里之前 还要看一回死去亲人的难场吗 现在是什么人又反了 队伍到了什么地方 如果已经离双水村不远的话 家里的人为什么还不快跑 坐在这儿哭什么嘞 男人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能跑的赶快跑吧 他是跑不动了 他也活够瘦数了 一枪打死就不再受着活罪了 大概是家里的谁已经叫白君打死 他们现在才跑 谁嘞 他在心里开始一个一个点家里的人 尽管许多原来的熟人都忘了 但家里这些人他不会一忘一个 家里在门外的人他算得得来 玉后 他早上不是还在家里吃饭来着 玉婷 他已经超过当兵年龄了 那么看来就是孙子中的谁发生了凶险 玉婷的三个女娃娃不会的 玉后两个上学的还小 估计不会是去打仗 他们还不到征兵的年龄 那么看来这不一定是少安了 对了 这娃娃今天已经一天没见面了 天哪 昨天还在眼前 难道今天刚出去就上了火线 刚上火线就 老太太一想到她的孙子被枪打死了 就在后康上放声哭开 我那苦命的安安啊 我那没吃没喝的安安啊 我那还没活人的安安啊 哎 他看见前康上兰花母子俩都扭过头来对他说话 他虽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但他看出让他不要哭了 鬼子孙们 安安死了 你们哭 为什么不让我哭 你们亲他 难道我不亲他 他不管他们说什么 只管哭 他死去的安安 这时候 少平跟蓝香进了屋 看见他两个回来 除过老祖母继续哭外 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止了哭声 少平掏出了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 塞在两个外甥手里 猫蛋和狗蛋高兴地赶快就往嘴巴里塞 少平看了看脸上 胡着泪痕的母亲跟姐姐说 哭什么嘞 事情出了 就按出了来 蓝香什么话也没说 悄悄提了个猪石筒 出去喂猪去了 董事的孩子知道 家里这么大的事 他帮不了什么忙 最好做点实际的事 好给烦乱的大人省些麻烦 他看见母亲跟姐姐坐在炕上哭 知道猪还没喂 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呀 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钱买只猪娃 一家大小相帮着喂到年底 肥的连走也走不动 过年家里从来没杀过猪 为了换个整钱都是活卖了 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 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 买书和一些必要的学生用具 蓝香走后 少平才发现主母还在哭 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地用手 是招呼他到他跟前来 他赶紧上了炕 蹲在坐着老祖母前面 准备把他从那一个破烂的被褥里扶起来 少平以为奶奶要上厕所 立刻示意他姐赶快把门外的便盘拿进来 这一下兰花和他妈的注意力 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 赶忙寻便盆 生怕老人把死尿窝在炕上 老太太现在仍然在为死去的少安哭涕 她一边哭一边生气地 用手势制止他们给她找便盆 并且对兰花母女 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 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 在脸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 她声音沙哑地哭喊着 我的安哪 然后用一只手揪着少平的领口 让她尽量接近她 老太太哭着问少平 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 少平大声问 没听清奶奶说什么 安安的失手 拉回来没有啊 哎呀 我哥好好的嘛 谁跟你说的 少平苦笑了一下 他们说枪打了 那么把谁给打死了 谁也没死 都活着嘞 少平大声说 那你妈你姐哭谁嘞 是我姐夫 她 少平一下不知怎样 给交集的老祖宗说清楚 你姐夫 怎嘞 老太太一下子不哭了 哦 使她安慰的是 最亲的人没出事 对她来说 兰花的女婿虽然也重要 但终究没家里人 其他人重要 少平仍然不知道 怎样给奶奶 说清她姐夫的事 就只好随口说 她犯了点错误 人家让她唠叫了 猫叫 老太太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少平忍不住笑了 少平的妈已经下了炕 对儿子说 你就给奶奶说 什么事也没 你和我姐哭 她看见了 能哄了吗 这时候老太太更急了 指着脚地上的 池塘的猫蛋说 是猫蛋 她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嘛 是我姐夫 少平也急了 老人看来 非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不可 她瘦瘦 紧紧揪着少平的领口 追问道 你姐夫出什么事了 猫叫是怎么嘞 少平大声说 不是猫叫 是牢叫 就像学生娃 调皮 叫先生训了一顿 她集中生智 急性地想了个奶奶 可以明白地解释 哦 老人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手把的领口放开 疲倦地闭住了眼睛 她这下说明白了 哎 这算个屁事 孩子地牢牢小小哭成一场 旧社会 先生拿铁齿 把娃 手都打肿了 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 逊一顿算个什么 一场一响的恐怖 在脑子里消失了 像往常一样 她即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少平现在才想起 她还有个润液解给她的钱 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 跟一瓶纸瞳片的 奶奶浑身都是病 尤其是眼病 已经害了很多年 家里买不起药 奶奶也不让买 终于脱成了慢性病 记得小时候 在每个夏天的早晨 她都要和兰湘到野地里 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 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来 淋在奶奶眼睛上 奶奶说这比眼药水都舒服 有一次早上的露水不多 她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 奶家那时还小 在家门口不小心绊了一跤 把草叶上的露水珠撒光了 急得她哭了一个吵声 自从亲爱的奶奶不能动弹 全家人都很伤心 家里每一顿饭的第一碗 总是先端给她 他们几个孙子 更是对奶奶有一种 无限依恋的感情 他们每一个人 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 邵平给奶奶把被子围好 就从炕上跳下来 对脚地上已经乱得 不知该干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 姐 你先给咱做饭 妈 你把咱们的高粱跟黑豆装一点 再腾出一床铺盖 我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造那里去 晚上你和姐姐在这窑里住 如果我哥不回来 就叫我爸住在他的小窑里 我和蓝湘都到金波家去住 万一我哥回来了 就叫到他队上的食养室 臭和一晚上 邵平冷静地给没了足意的母亲 跟姐姐安排眼前一些最紧要的事 他回到春里时 就听说哥哥去米家镇 那对脸的牛痣病去了 父亲此刻又没回来 而且他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极点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 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 严固的现实 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 他已经长大了 应该对家里承担起责任来 想想看 哥哥在他这么年龄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门外 都已经大事小事一身丹了 母亲和姐姐立即按他布置地 各干其事去了 他们现在极需要一个领导人 此刻 邵平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 昂扬的状态中 以前 每当生活的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他一颗年幼的心 总要为之颤抖 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 经受垂打 一次又一次 使他的心脏渐渐地强有力起来 并且在一次次磨难中 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他觉得自己 正一步步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 他慢慢懂得 人活着 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 他已经看过一本书 知道不论是普通人 还是了不起的人 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 经受许多的磨难 邵平现在从香盖上 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 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 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 把昏昏然的老祖母摇醒 将药瓶取到他眼前说 奶奶 看我给你买的药 这是治眼睛的 这是止疼片 浑身什么地方疼的时候 你就吃一片 老人的红病眼顿时一亮 塌下来的嘴巴舞动着 吃力地抬起一只手 在邵平的头上捂摸了半天 只是哽咽地说 我平平啊 长大了 邵平说 你把头抬起来 我现在就给你滴一滴 当邵平给奶奶点完药水 他看见奶奶的眼角 划出了两颗泪滴 他漠然地滚在炕下 一股温热而穿楚的情感 涌上了他的心头 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在心里说 奶奶 如果我长大了 有办法了 你还活着 我一定叫你好好想几天福 这时候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 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 瞅着他的脸色 想知道外面的事情 究竟怎样了 瞬一后 脸黑森森的 一句话也不说 把铁锹搁在了门背后 家里的人看他这样子 谁也没敢言穿 蓝香不知什么时候 又出去捡了一筐彩火 这时悄悄从门中进来 又悄悄地去照火边 倒菜去了 孙一后站在脚地上 烟锅 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掏着 也不看别人 说 把家里的粮食准备一点 再腾出一床铺盖来 这些我都让妈妈准备好了 我一会儿就给姐夫送去 少彬青春说 孙一后扭头看了看儿子 脸是黄和了不少 他并不是心疼 那个爬熊的女婿 只不过这类事 种点要他管 不 他是在内心感谢儿子 能看见他的死活 把这些他多少不想管的事 替他管了 这时 他似乎才发现 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 是啊 瞧他的身板 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了 哎 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 激瘦了一些 说实话 育后老汉在心里 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 孩子们一个都懂事 明理 长得壮 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 现在 天已经模糊糊了 少彬他妈 突然惊慌地在锅台边叫道 哎呀我的天 我的死人咋忘了喂猪了 所以以后一听就火了 正要开口数了老婆 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旁里说 妈 猪已经喂过了 姚里所有的目光 一起投向这个 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 13岁的孩子 他正从筐子里往外倒个柴火 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捡回了好几筐了 足够一两天烧的 可爱的兰香 默默地做着 他能做的一切活 顺应后 两口子大感感动地 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按说 他是家里最小的娃 应该浇灌一些 可孩子长得这么大 还没给他扯过一样像样的衣服 现在 他已经到石阁街上了 初中 身上还七长八短地 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 顺应后 难受地从窑里走出来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不停地挖着汗烟袋 他勾勒着高大的身躯 施神地望着东拉河 对面黑乎乎的庙 山 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 没高一尺 也没低一尺 可他已经老了 也更无能了 OK 林伦伟广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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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